Tinder挑戰EP2 跟曖昧對象到沙灘玩 我跳下水啦 記住嘴 不是我失戀 是我朋友失戀 因為我發現她喝酒是不需要戴前衣服 蛤? Hello大家好 我是Ki Ling Tinder挑戰EP2 上集還穿著長袖衣服 但現在已經代表了夏天 同樣我們會有四個情景 我會逐一抽出 限時三分鐘之內就要配好一套衣服 除了穿搭重要之外 其實我們的妝容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夏天一出雞已經立即溶妝的季節 因為今年的夏天還要是近年最熱的夏天 我自己最擔心的就是 眼睛最容易出油出汗的部位 基本上一個下午你的眼妝都已經溶得七七八八了 但這一條不脫的眼線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保持完美的妝容 Evoline的這支眼線筆應該大家都不密心 我自己就由中學開始使用 最近就出了 星級版Hyper Sharp Extreme Liner 總共有三種顏色選擇 純黑色、茶中色和栗中色 配上我自己的髮色 我就是比較喜歡用 BR1的栗中色和BR2的茶中色 一會我都會用這款眼線筆 配上我幾個造型 事不宜遲 我們的挑戰就 就馬上開始 現在就來抽第一個情景 小助手 什麼手就是小助手 我可以拍他嗎 這個吧 跟曖昧對象到沙灘玩 我想說這些情景已經很久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了 那我們現在就選衣服 好 那一計時三分鐘開始了 3、2、1 GO 我想說我下日的衣櫥 它是很多流行的東西 我一定會選短褲 我覺得我會選這個 因為這個其實我上年賣已經不適合我穿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適合衣服 但是它好像不能下水 那我是應不應該跟它下水 群羊氣水 這樣的話 我就要選一套泳衣了 就是這樣 然後 我掉下水了 然後就脫了 你已經過了一分鐘嗎 經過上次之後我已經很淡定了 選擇帽子 然後我要戴個沙灘袋 那我不會戴飾物的 不是的 都會戴飾物的 不行的 會衝進海的 像這樣便宜一點 對 選擇 是 我想說它搭不搭 應該搭的 好 搞定 換衣服 第一套穿搭就搭好了 我自己就沒有這個料紙去穿三點飾 所以我通常都會 選擇一些連身的泳衣 第一次跟曖昧對象去沙灘 我就覺得避免過分性感 所以我都選擇一個平口的泳衣 這個位置就做了一個花邊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都不會太過單調的 之後就搭配了一條 白搭的牛仔短褲 我覺得其實整個造型已經是很好看的了 另外其實重點就是在後面一個大路背 前面保守得來後面也有一點性感 之後呢 配了一雙涼鞋 還有透明的沙灘袋 還有一個夏日的白色帽 就可以去沙灘玩了 妝容方面我就選了一條 毛孤的下垂眼線 因為跟曖昧對象出去 我就想形成一種 無害平易近人的感覺 去沙灘玩就算你不下水 那些互相撥下水的青春情節 怎樣都要上演一下 所以一條防水的眼線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用妝的話是非常之扣分 它比起舊版多出1.6倍的持久因子 它無論是對水、汗、皮脂等等 都是有很好的抗云染效果 所以你上下眼線都可以放心用它來畫 好 現在三分鐘開始 是不是會有很多蚊呢 我最怕是這些 你已經提醒了我 果然我要帶你過來 是對的 我覺得這個超舒服的 但是它好像不夠薄 這個應該會很熱 會太多顏色 會很顏色 時間已經過了一分鐘了 剛才我剛才很淡滴 上一套的時候 這個好嗎 就是這個 哇 這個可以這樣搭 鞋子我選好了 等等 應該給我抱你吧 對 你應該給我購物抱我吧 包起來 這個不錯 二環其實我選的都是八搭的 這條 微笑黑黑 這個 可以了 二環呢 我都說 這裡 好 現在就去換衣服 第二個場景呢 就是跟姊妹去Glamping 雖然很熱 但我都會選這個長衣長褲 因為真的很怕被蚊子 那我就選了一條 垂直感的休閒褲 這種褲呢 就可以顯得我們對腳長一點 看上去高一點 比例都好看一點的 上身就配了一件 舒服的bra top 還有一個 夏天必備的 輕薄的外罩衫 可以幫我們防曬之餘 其實只要把它綁幾顆扭 然後放一邊 已經是另外一個造型 所以我覺得外罩衫 就是超級好搭 其實我本身是想選擇 旁邊白色的小皮鞋 就是這個臨急臨 我就拿了 眼妝方面 我就畫了一條自然上陽的眼線 這樣看上去就可以精神一點 Hyper Sharp Extreme Liner 它有獨特的穩定蜜倉設計 氣壓原理和滾珠設計 可以令到我們畫眼線的時候 是更加穩定流暢 它的極細不占只有0.01mm 所以可以很輕易地填補到 我們睫毛之間的胸隙 不過就可以畫到一條很順滑優勢的眼線 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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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狠狗的男網友到迪士尼 我想說這個我真的完全零經驗 因為我幾乎是沒有網友 就是我的網友都是我本身認識他的人 就是可能他是Youtuber 然後我會看完他的東西 我會跟他聊天 但不是完全不認識的人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有點難度 5、2、1開始 好 好 迪士尼 穿裙子 好嗎 這個好美 但我上一次也是穿綠色 其實這個也很適合 我的衣架是很多紫色的 我喜歡這個 漂亮是不怕熱的 你一定要加這個皮帶 因為one piece就是要加褲子 否則是會走光的 這個這樣配這個 即是背心嗎? 即是他看不到 所以就要選這個 我可以穿這對 紫色還是白色的袋好 白色的袋好看 56秒而已 這個好嗎? 咦?我懶了 剛才有個懶的 沒有加錢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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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大家看我的迪士尼Vlog 應該都知道我很喜歡穿糖果色的長裙 但我覺得第一次見男網友 我不想讓他覺得穿長裙好像很斯文 會放不開玩 我就配了一件背心冷衣 裡面就配了白色的頭 然後加上一條Bel 就可以提升整個造型感 活潑得來方便行動 配上一個白色袋 一雙老闆鞋就可以進去玩 眼妝方面 我就會畫一條自然延長的眼線 這條眼線除了適合初次約會之外 其實你平時出街或上學都很適合 給人一種簡單乾淨的感覺 最後一個 我英國腦開始不能分順 陪失戀的朋友去天海吧喝酒 這個是不是GZ寫的 第一次是GZ Always失戀 失戀就是KOL 你可不可以表達我懶惰嗎 你可不可以表達我 我覺得有點高難度 這個去酒吧喝酒 我平時只是在家裡喝酒 就是因為 還是我穿回泳衣 這個是喝醉的時候穿 所以她的Gran 就是喝酒 那我要穿萬禮服 這個好像都可以 濕戀人士就要說怎麼不一樣 不是我濕戀 是我朋友濕戀 然後加一雙高跟鞋 袋子等等 搭一下 就算有個籃 你也是這麼領氣的 是呀為什麼 他還要阻礙我活動 你現在已經搭了20秒了 我想搭一下裙子 搭不搭那個袋子 你明不明白 但他卡住了 不如我不背袋子 我不會幫他拿的 因為我發現 他喝酒是不需要帶錢 蛤 時間無關 行了 你肯定 去天台巴喝酒 我就選了一條 黑色的吊帶連身裙 神秘得來又有少少霸氣 可以給你的姊妹一個安全感 但她去酒吧喝酒都可以保護她 我想說我現在縮得很辛苦 另外我就選了一對 灰紫色的高跟鞋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不是特別搭的 我是想搭一對黑色的鞋 但我沒有 另外就是我今天帶來的袋 我覺得都不是很搭這個造型 所以我就沒有選到袋子 眼妝方面 我覺得去酒吧 就算畫一條開眼頭的Cats Liner 都不會很誇張 但記得一定要用 不會溶妝的眼線筆 我覺得Cats Liner最怕 就是畫到眼尾的時候 它會會 或者突然斷襪 然後你又要重新再畫 Maybelline的這支眼線筆 400米就是一個標準運動場的內圈 就是我跑到斷氣 它都還未斷襪的一個概念 它的新星級配方 還可以做到兩天 一夜不脫色 36小時的持久妝能力 就算喝醉酒 也可以保持著漂亮 不怕容妝 用到紅貓眼 今天的穿搭挑戰又完成了 我覺得今天是很好玩的 因為有些情景 是我自己在現實生活中 還未發生過的 另外我試過不同的妝 發現原來只要改一點 其實整個感覺都會很不同 試用了Maybelline的 Hyper Sharp Extreme Liner兩個月 我會明白到為什麼它叫做 告別NG眼線筆 因為相比其他的眼線翼筆 它真的比較容易操控 這兩個月都會繼續用這支眼線筆 都沒有斷襪 重新描繪 或者不顯色的情況出現 所以它是很適合手殘檔 又或者化妝新手 AKA幾年前的我 所以如果想找一支持久 易用不脫色的眼線筆 就是它們了 真的很推介這一支 新星級CP值很高的眼線筆 給大家 現在入手還會有優惠 現在只要去到 SASA 萬寧 Watson 市 還有HKTV Mall 還有他們的Maybelline旗艦店 買兩件Maybelline指定的 防水化妝品 就可以得到這個 很可愛的防水沙灘袋 超適合去沙灘用 我會把所有優惠詳情 都放在info box 大家有興趣的 就記得去看一下 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留言告訴我 還有share出去 又或者大家有一些 想我挑戰的造型場景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一次可能就會抽出你 劉紀言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